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让表达更有层次感 更加清晰和立体 更加清晰和立体 对吧 你看 他上面给我们说了一段话 是吧 怎么推荐客户购买的理由 这是他为我们写的推荐语 当时呢 这是我跟他说的 我说请将上面的这段话整理一下 层次结构和顺序 用第一第二的方式罗列清楚 让观众看起来简洁易懂 是吧 然后他直接就按照这个方式去给你整理了 我的天啊 这如果是要求或者 邀请我们的某一些员工去写的话 这个沟通成本都不知道沟通多久 我已经就是对某一些人啊 对某些员工啊 我已经非常非常什么了啊 这老板的都知道啊 都懂啊 就是有时候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沟通起来比那件事情还难 理解了吗 这个沟通成本太大了啊 沟通成本太大 这大在哪里呢 哎呦 他这个我要把它变成这个 是吧 喂 这样啊 我教你们一下啊 这个这个是非书的一个文档啊 我们在创建这个的时候加个空格啊 这样他就会有一个顺序 因为沟通成本太大啊 跟某一些偷懒的员工啊 懒惰的某些员工 这沟通起来很费事啊 费事 所以呢 我为什么特别重视机器人啊 因为他沟通起来比较容易 我见识过太多员工了啊 他们喜欢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呢啊 某些人喜欢的表达方式 这个我懂啊 对吧 你们当老板的应该经常听到这样的表达方式吧 你叫员工做一件什么事情 他就说 这个我懂啊 或者 这个 我早就知道了 天哪 那你说 那你为什么不做啊 你说 你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 说呢 你为什么不把它落实呢 不把它完成呢 然后 这个员工啊 或者说某些员工就说 你 他又推到你身上来啊 他说 你 又 没有 叫 我做 是吧 他后面加几个感叹号 你又没有叫我做 啊 气死你 是吧 你又没有叫我做 你听火冒三张 是吧 经常发生吧 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省心啊 用这个 却 GPT之后 太省心了啊 啊 说到这里呢 跟你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啊 啊 或者到下一节课再跟你们讲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我和那些文案的故事 我和那些文案人员的故事啊 人员 因为文案呢 它是一语相关的啊 它是有两个意思啊 这个下一节课 我们再给大家讲 文案 第一个意思 对吧 它是指文章 然后第二个意思 文案 它又是指文案 创作人员 对吧 我们等一下再讲啊 下一节课再讲